听到宋亚轩对粉丝说的这句话 我才知道宋亚轩为什么值得那么多人喜欢 在实在少年团第一场烂人演唱会时 为了表达感谢 他们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话 有说自己会做得更好的 有说梦想终于实现的 可宋亚轩说的却是 粉丝能来是他的荣幸 虽然短短一句话 但能看出宋亚轩骨子里的教养 和真心对粉丝表达出来的感谢 也许是真诚的人都会被上天所见过 连海口的风都隔来偏爱这个真诚的少年 宋亚轩送到表演时 身穿一身白色西装 很多人以为衣服之所以能翩翩起舞 是因为有人工山洞 殊不知这是风对他的偏爱 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少年 走到今天却不知用了多少年 从11岁开始 宋亚轩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当时的他还是个安静内向的静寥少年 虽然沉默寡言 但是一到舞台上就十分坚定 后来进入TF家族后 好不容易以为可以有更多的舞台 却迎来了大批人对空降生的敌讳 训练几年以PYT台风少年团出道后 轩因正义选秀只好解散重组 重组比赛时又正值中考 宋亚轩只能韩国广州两地跑 结果从小唱歌出色的他 却在出评时获得了最后一名 今天有点发生 你不要睡着了 再让我看看你手上的尾巴 一切名宋亚轩 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打击 并没有击败这个不服输的少年 测评的时候吧 我感觉还没有发挥到最好 可能中考几个阶段没有训练 就落下了几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 用一点时间 一定 自我一定会 看到最好 Yes 出道一夜 以一首兰花草惊呆众人 也许你不认识他 但是他的 此刻我独领风骚女 一定听过 当波动我心跳 让我富烂成个全世界的美满菜 让我逃离了喧嚣 又忘记了糟糕的过去 想让全世界都听着 Yeah 此刻我独领风骚 宋亚轩能有现在的人气 除了他自身天赋和努力外 还有他的性格 与粉丝的双向奔赴 平时鲜活灵动的他 20年担心粉丝因为口罩原因无聊 他几乎隔两天就发一次唱歌小视频 社交平台上还有自己策划整活的小妙招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妙招 没有一点明星架子 一件衣服 一个包 不知道可以背多少年 发照片从来不畏惧将最真实的自己展露出来 都说真诚 最能打动人 演唱会过后 孙亚轩会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的开心 和对粉丝的夸奖 只能说孙亚轩凭借自己的实力吸粉 然后又靠着自身性格魅力留住粉丝 活该他拥有现在的高人气呀 他们都说 做这个行业 就是做这个职业 是在贩卖梦想 但是我觉得更像是在享受梦想 快手 拥抱每一种生活 这些行为 使用这个行为 和我们的家伙 在贩卖梦想 就是在贩卖梦想